嘿嘿 我应该是圈马 唯一一个 拥有这个 小米皮卡丘 订制款行李箱的人 可能啦 皮卡丘的脸的行李箱 然后其实这些都是我一个很喜欢 皮卡丘的Pokemon的同事收集的 然后他讲什么 这些都是一小部分罢了是不是 看这两个是那个皮卡丘的Pokemon 然后这个是 仙人皮卡丘 还有这个 皮卡丘的皮卡丘 还有这个 限量版的Nintendo皮卡丘Switch 还有多一个 来 这东西来 什么啊 皮卡丘的衣服 你是有多喜欢皮卡丘诶 很喜欢 很喜欢 他连他的鞋子都是皮卡丘 只是他今天没有穿而已是不是 那我们现在就来看他的最新collection 就是这个超可爱的皮卡丘行李箱 转过去看 他只有一个超可爱的皮卡丘的脸 但是整体来看哦 他还是一个很好看的黄色的行李箱 就是你懂你每次拿去机场啊 那种人家都是拿那种黑露露的那种黑色行李箱 你拿这个一上来 全场的焦点就在你这里 然后可以介绍了他的外观 我们下来看其他的部分啦 嗯 他这里有一个TSA lock 就是每次我们在行李箱都会很注意的 这个TSA认证的安全锁 然后轮子的话诶 Testing testing 还蛮可以的 然后拉链 Testing testing 还蛮可以的 再来handle 可以拉到这么长 然后你就可以开始做你的机场fashion了 机场了 帮我配影笑诶 哇气真笑 哈哈哈 现在我们看完了 我们看里面吧 我觉得这种小小的设计 对一个皮卡丘迷来讲 真是一个大惊喜 因为你想下 你本来买回家 看到这个脸 就已经觉得很可爱哦 没有想到一打开 登登 更可爱 这些小小个的樱花 还有这些小小个的尾巴 是不是让人觉得很兴奋呢 想把所有的东西都装在里面 登登 而且它不是只有正面哦 它连这些啊 边边的地方它都有 所以现在 我们把门全部打开 然后把这些皮卡丘都装回地去给它吧 然后这个叻 这个我要带回家 我是金甲姐的怡君 我们下个影片见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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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拜